五十年代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孙元良与他的孩子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这张照片捕捉到了一个温馨而和谐的瞬间 成为了他们美好回忆的永恒印记 孙元良身穿一件深色的皮夹克 梳着大背头戴着时髦的墨镜 显得非常有形 他的脸上洋溢着和蔼的笑容 眼中透露出慈爱与满足 虽然已经年过五旬 岁月的痕迹已经悄然爬上了他的脸庞 但他的精神状态却显得一场饱满